今天的新新聞正航 來看到前後任的市長 柯文哲、蔣萬安連日的護槓 就是因為臺志光的監視器案 甚至開私 那麼現在兩個人 被說2028兩個人要選總統 是不是都沒機會 主要蔣萬安 現在問題爆出來就出招了 我要急動來啟動 解除當年106年 柯市府所簽訂的專案合約 現在讓民眾網就不滿了 回籍呢 也就是說蔣萬安 應該廢除的是不平等的母約 而不是柯文哲所簽訂的子約 但在臺北市府說 不管是母約子約 如果柯文哲 你之前知道有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執政八年沒有作為 現在柯文哲在噴口水 明顯代表過去八年的執政 自己失職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做困難的事情 即刻啟動解除106年 柯市府所簽訂的專案費率合約 似乎對著柯文哲 簡單的事 我早就做掉了一番話而來 蔣萬安宣布將解除106年 柯文哲市府與臺志光簽訂的 警察局專案契約三昧費率 達兩千兩百元 講萬安瞄準這份子約 讓民眾黨很不滿 如果他認為這個合約 這麼不合理的話 應該是廢掉原來的 臺志光的原始25年 這份合約才是 廢掉合約 如果新的草上沒有銜接的話 的確會在交接的過程中 可能會造成治安的空窗期 如果連解除子約 都以此為理由阻擋 請問若要因黃前副市長所言 廢除整個母約 資產空窗不就更大了嗎 前市長執政八年 為何不廢除母約 守護大權的時候 為什麼不廢掉母約呢 民眾黨吐槽 蔣萬安該解約的是 好龍斌時代跟臺志光簽的 25年母約 民眾黨團主任陳志涵 炮轟蔣萬安 如果認為柯簽的約不合理 為何一路執行到現在 重新議價 還是用柯文哲任內的費率 去當基準來作為談判 有問題的不是費率 而是好龍斌市長 他任內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不要再裝飛打約飛 但北市府反擊 柯文哲106年簽下的約 民定旅行期間 是從簽約日到主期約到期日 也就是說必須跟著母約 執行到民國125年 優先租用而不是必須租用 而在這個優先租用的前提裡面呢 是柯文哲市長在106年的時候 訂定了一個警察局的專用契約 對於陳志涵更秀出 警局監視器價目表 強調當年並沒有訂出三妹費率 北市府也發聲明反嗆 黃前副市長手上有公文 請把議價紀錄拿出來 說明柯市府任內三妹費率 議價過程 台志光25年約跨距達三位市長任期 現在出事了開始算帳 講完要用截子約清理戰場 但被譏諷為馬關條約的母約 該怎麼解 依舊是個大文號 三新聞 侯彩虹 王誠毅 臺北常常到 柯文哲為什麼被質疑 是最沒有資格來質疑人家的合約 因為議員秀出資料 柯文哲你口口說聲說 台志光有問題 但是他市長任內呢 不僅是簽下了這三任市長當中 最多的也是跟台志光簽訂了 四十七個子約 總預算將近二十億 而事後這個蔣萬安也再簽了十八個 他們質疑難道陳崇文沒有被爆出非法爭議 他們就繼續當沒事嗎 有人在提醒了 其實呢 不管你這個網路傳輸 兩妹三妹最便宜的中華電信 你不用 為什麼要找台志光呢 更諷刺的柯文哲卸任的時候 曾經說啊 他怒嗆 忍受的台志光長達了八年 更顯得他本來就知道有問題 那為什麼什麼都不做 而蔣萬安接下來也再簽新約 讓民進黨直接炮轟這兩人垃圾 不分藍綠 現任前說忍了台志光八年 但議員翻出資料卻發現 嚷嚷著忍很久的柯文哲 任內各局處跟台志光簽訂的紫約數量 逐年攀升 根據北市府各局處資料顯示 四十七個紫約 從公務局的道路挖掘 管理中心 社會局的老人福利機構監視器 土石流觀測影像 甚至是各區護政事務所的光鮮網路建置 台志光憑藉著母約裡 一具優先租用的霸王條款 通通包下 就連蔣萬上任後 也簽了十八個紫約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更加碼質疑 民眾黨四名議員 跟台志光高層私下互動密切 你們四位有沒有跟台志光的人吃過飯 可以請黃國昌出來自清門戶 對此民眾黨議員說 不願隨之起舞 所以不回應 民眾黨則說 都是因為母約限制了柯市府簽約 從好農賓任內簽訂不平等條約開始 到好歸柯隨 如今蔣萬上任 藍白都拿台志光沒轍 只能任憑 予取予求 三令新聞 柳亭到我們知情小組 台北報導 相關陣營讓國民黨的議員 尤淑慧質於柯文哲 是不是為了卸任創造聲量 為什麼要一口咬定呢 他被強迫使用三妹平寬 事實上柯文哲卸任之前 就決定買兩百萬畫素 那麼監視器當然蔣氏府 接下來只能升級全面使用三妹 如果佩優額使用兩妹比較慢的 傳輸影片就會出現這個狀況 他說這根本不是所謂的科幻奇景 因為你就會變成一格一格破碎有如 喚醒一味 這重點不是廢率或什麼畫素 而是堅持讓台志光轉 他認為這是柯文哲更大的問題 而接下來來看看鴻海郭台銘有沒有問題呢 去年總統大選發起連數 但是檢方查出這一位 北投的溫泉大亨陳仲銘涉嫌 幫郭董來賣人情 每張五百元收購了六百張的連數書 昨天在士林地院開準備庭 他坦言自己犯錯 包括他的朋友跟兒子也當地認識 北投溫泉大亨陳仲銘 被控在總統大選期間 花錢幫郭台銘買連數書 而他的女朋友早早就出現在士林地院門外 不斷來回墮步打電話聯繫 隨後陳仲銘也現身西裝鼻涕 面對提問毫不遮掩直接認錯 我覺得他已經退選了就是這事情也造成社會一個風波 一個亂象都已經過去了 我也願意跟社會道歉 這些事情都過去了 我覺得趕快把社會的事情平息 我也向社會道歉 社會大眾道歉 這個事情惹出了那麼多風波 對不對也不應該 因為對法律的見解不夠 嘗試不夠 這我們就是應該要受到一些制裁的 檢方調查陳仲銘透過審信女密友 和他的兒子等人索取身份證照片 以每份五百元收購連數書 甚至在網站搜尋下載 不知情民眾身份證證件影像 偽造簽名製成連數書 總共取得六百份一共三十萬 檢方偵查期間陳仲銘坦誠 是為了賣郭董人情 幫忙拉連數書數量 一共十四人被起訴 而陳仲銘 女密友以及女密友兒子 在二十五號的準備庭中 也當庭認錯 這天的錄製 請可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